排隊要看蒙娜麗莎的人非常的多 大概要排...走位到最前面 這已經是我跟他最近的距離了 抱歉,我們的老闆人是失敗了 對,對 他可能會在這裡,我不知道 第二天我用之前訂的羅浮宮快速通關 他會有一個類似導覽的人帶著一票遊客 直接進去羅浮宮 我現在參加這個羅浮宮的導覽團 這個就是那個金字塔底下 結果原本這個導遊他會講解一小部分 但是走到了一半,他就不見了 抱歉,我們的老闆人是失敗了 對,對 他可能會在這裡,我不知道 變得我只好自己去找各個名座 其實有點小生氣 不過羅浮宮真的很大 其實如果要認真看的話 可能要花一整個禮拜從早看到完 所以我就是直接衝名座 這條直直走就可以看到蒙娜麗莎了 在裡面,這個就可以看到了 排隊要看蒙娜麗莎的人非常的多 整個蒙娜麗莎廳有點像是玩到最後貪死蛇的排隊方式 繞啊繞的 大概要排個20分鐘才會到最前面 如果你覺得你不夠被重視的話 你想想蒙娜麗莎廳的其他話 這才是不夠被重視的 這已經是我跟他最近的距離了 我排了兩次 第一次很認真的請別人幫我拍照 還有自己自拍 所以沒有好好的仔細看 後來覺得好可惜喔 所以就去排第二次 想不住 二次玩蒙娜麗莎 蒙娜麗莎 直接站在面前跟蒙娜麗莎四目交接 直接高潮 結果一出蒙娜麗莎廳廳 就是蒙娜麗莎的經驗品區 我花了125歐把各種蒙娜麗莎帶回家 來玩紀念品 然後看完蒙娜麗莎跟導遊完全脫隊 所以我就要自己逛囉 再來其他民族像是自由領導人民 或是米洛的維納斯我也都有看到 很開心 後來跟裡面一些堅堅的畫作拍照 我也自得其樂 如果有時間機會的話 我一定還會回來 這邊有個小插曲 我在羅浮宮的星巴克點餐 我跟他說我叫Andy 然後另外一個Cinema Road 他寫Andy 去完羅浮宮我就走去看凱旋門 凱旋門在鄉階的麗舌大道上 這條路好長好長 走的有點累 我剛剛在找廁所 對 然後其實整個巴黎都沒有要給你上廁所 好不容易找到的一個 但是他其實好像手排掉的 沒有鎖的 然後鳥完鳥就趕快出來 不然我憋了好久 下午的凱旋門有種被陽光捧著的感覺 彷彿從肉眼就能看到他呈載過的輝煌 也是請路人幫我拍了幾張照片作為紀念 其實很難想像這麼一個狂然大物就在市中心 而且就是在跳錯的地方這樣 真的很大很漂亮 因為逛完羅浮宮走向一些歷蛇大道 讓我這天的步數超過三萬步 累 我真的累 回到了住處我寫了明信片 在陽光還沒完全退去下 我慢慢的睡著 隔天早上的行程是去逛凡爾塞宮 凡爾塞宮 如果要正正逛的話 也是要逛個八九個小時的 所以今天大概就是 就是好好的逛 我先請亞洲女生幫我拍照 這裡沒有騎士或是什麼的 但是亞洲女生拍照真的是比較好看 奮人塞宮人好多 大家都想看看路易十四過著多麼 富麗堂皇的生活 各種畫作和雕像 試著呈現過往的輝煌 但似乎只呈現了一剎那的片刻 這邊有讀過我這幾天的審美疲劳 總變中國槍 我最有印象的就是進攻 非常漂亮 上午的陽光從窗戶照進 透過好幾面鏡子的反射 讓整個宮裡沒有一絲陰暗的存在 可以扯了啦 這真的太漂亮 太扯了啦 其實從這個進攻就可以知道 路易十四當年是有多強大 就是花超多錢 然後再整修這些東西 蓋得物力會黃 但是我的活力又很強 就是我覺得這輩子 一定要來看看一次看一次之類的 整個凡爾賽宮其實就是一間博物館 有很多的畫作和物件 非常值得來逛逛 但我準備逛凡爾賽宮的後花園的時候 突然下起暴雨 沒辦法我也沒帶傘 所以就在回樑下躲雨 我以後出門會看跡象 我以後出門會看跡象 我覺得我意志力都堅強 剛剛那個在賣雨傘的人 我沒有跟他買 而且好像會賣很貴 所以我就是 對 我很爽 很帥 帥 帥屁 加一陣 加一陣 跑回去咯 我覺得 大哥 真的可以分 別聽笑 在一起 好 animals and d ve ful s s s 說的政府都創一些本書給我知道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很委屈 因為我是因為搭不到車來投訴他 我不是無用無用跟他們吵架 那時候我就聽到公車上 有個女的就說 你為什麼一定要坐公車 你看一家人 兩個人出門 只能一個搭車 另外一個還要再等下一班 然後毫無止境的 不知道下一班無障礙車什麼時候來 下定點還沒站穩就 要急著開走 我覺得這樣太沒禮貌了吧 司機又跟我講說 就是他們都怕沒在我會沒工作 我就覺得又來了 在搭乘大眾交通運輸 像是火車啊 公車或是捷運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或障礙的 我之前有在醫院短鎮上班過 那時候我就遇到一個司機 他是不願意停在 那個醫院門口 那是公車嗎 對 然後他就 停的稍微有點距離 然後我的輪椅下來的時候 一半輪子是懸浮在半空中 我車門 他會剛好停在那個 樓梨 然後新的 樓梨同輪 就比如說那個 無障礙 不適合我們 沒有什麼 我現在住桃園 然後桃園的話 更可怕 因為桃園出門 常常沒有無障礙公車 他不是每一班都有 也沒有定時有 我們曾經早上要出門的時候 好不容易等了很久 好不容易來了一班無障礙公車 可是那個司機都會 現在是上班時間 巔峰時間 很多人要上班要上課 你們為什麼要這個時間出門 叫我們要去體諒別人 不要在這個時間去跟人家急 我的客戶是在西門町的衛生署 你只要早上到西門町 你看到他基本上都是做 全部都是無障礙計程 對在座做旅遊 但是這些人 請問他不是有國家的補助嗎 當然沒有 這些 這些 他們有 但是這是對的嗎 那我們都知道 其實生障者 他們都很渴望 很想要出門 但是常常礙於自己的行動不變 讓他們只能關在家裡 自己行動不變 就只能依賴政府 或者是民間提供的交通器具 在台北市 其實資源已經相對來說很多了 有捷運 有公車 有火車 只是這些東西對他們來講 還是不夠友善 不夠方便 假如說他們想上公車的話 也常常會因為杜板 或者是司機的態度問題 導致他們其實沒有那麼想上公車 政府也有提供富康巴士 來帶送這些生障者 到他們想去的地方 台北市的富康巴士 車讓非常的稀少 常常他們沒辦法 預約到富康巴士 於是我與我的團隊 就想到了一個辦法 可能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就是工程 我剛剛有稍微提了一下 我們的計畫 就是有關於利用工程這件事情 來讓富康巴士的資源能充分被運用 因為像是有些富康巴士 就是他其實明明可以做到兩台 輪椅上去嘛 對不對 但是 常常就是只有一台 假如說今天有兩位生障者 他們也要到同一個地方 但是呢 他們兩個各叫了一部車 那這樣子的話 他們就等於是用了兩部車嘛 但是今天我們做的事情就是說 他們可能上車地點不一樣 但是呢 如果兩個人一起去那個地方的話 就可以做工程這件事情 那讓他們兩個人搭一部車過去 這樣就會有另外一部台車空出來嘛 這是我們想做的事情 就是做一個很方便的平台 然後用App來整合 整合現有的富康巴士 或是富士車的資源 然後讓生障者朋友可以說 就是比較容易預約得到車子這樣 對 這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那然後 請問您剛剛對於我們 共程的感想是怎麼樣 我覺得是蠻好的啊 因為可能我個性比較喜歡交朋友 所以像剛剛那種短暫的聊天過程 我也會覺得蠻開心的 下午的部分是想說 如果時間沒有那麼趕的話 我去學上工程 最想要認識一些生存者的朋友 那今天像一個 所以工程者算是一個很漂亮的姐姐 對 所以倒是還是 還是蠻值得期待的啦 你這一點點 要有一點要沒有關係 就想說你那個錢的話 可以平均分開 都很容易搶不到車 其實就是一趟一趟一趟的 這台車坐一個人 這台車坐一個人 然後明明可能他跟我 只是在隔壁的學校而已 他在醫院 我在學校 可是我們不要花兩台車去 資源不浪費 這工程 可以讓人說彼此生活上的一些分享 我覺得是個蠻好的 可能今天我的心情有點當的時候 跟我的另外一個人 大家互相聊聊天 可能整個情緒上的提升 或什麼 我覺得相對一定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開始去做這一塊東西之後 我覺得我太多 不知道你們很 好 我覺得你們自己 你們不難過喔 反而這樣 沒有 這是事實啊 現實上的社會 我覺得沒什麼 這是事實上的 人生笑笑笑笑笑笑 希望大家可以說 可以多接待我們生生大的社 我們跟一般人沒有什麼副量 只是行動比較不方便而已 世界上固然有騎士 但我希望有一天 這些騎士都能變成一個橋樑 讓我們更認真是彼此 超香啊 超香啊 對